历史上的年庚瑶绝对是一代不做死就不会死的典范 雍正二年 1724年 年庚瑶率兵平定了盘踞在青海的蒙古贵族罗布藏丹金的叛乱 帮助雍正摆脱了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 彻底稳定住了皇位 对于年庚瑶的立下的不是功勋 雍正除了极力的封赏外 更是将年庚瑶视为恩人般的存在 不但振心以倦嘉奖 朕是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 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 稍有一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然而此时已然走向人生巅峰的年庚瑶 却也就此变得忘乎所以 以至于真的将自己当成了雍正的恩人 一方面他鞠躬自傲 目无君主 一再做出检阅之事 而另一方面则是贪污腐败 结党营私弄得朝堂上的乌烟瘴气 终于 在雍正三年 一接二五年的时候 年庚瑶便以九十二条大岁被雍正赐以自尽 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在雍正王朝中 年庚瑶的飞扬跋扈 桀骜不驯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较之于正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年庚瑶在坐镇在西北的时候 不仅一手遮天 目无朝廷 甚至还经常先斩后奏 草菅人命 俨然是土皇帝般的存在 可即便是如此 年庚瑶在西北的统治的 也在其善杀孙家成之后 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 这其中除了清朝时期皇权至上 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外 雍正对于整个事件的周密部署 与妥善安排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也使得年庚瑶再没有进行反抗 与抵制的情况下 便乖乖地束手旧琴 非常沮丧而又极度狼狈地离开了西北大营 并就此走上了父王之路 孙家成之死成为了雍正祷年的直接导火索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雍正真的是不想去动年庚瑶 依赖 九子多敌十七的雍正 一直是以孤臣自居 自己阵营的人本来就少 像年庚瑶这样有能力 并且已经身处一定观之高度的人 那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年庚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雍正眼中绝对的稀缺资源 二来雍正与年庚瑶不仅是主则 与包一奴才这样的主仆关系 在雍正迎娶年秋月之后 两人之间更是有了亲缘的牵绊 这必然也会让雍正更加珍惜 并且证证年庚瑶的存在 然而年庚瑶的表现却是一而在 再而三的让雍正失望 早在康熙在世的时候 年庚瑶先是擅自违抗雍正的指令 带兵在江夏阵劫掠一番后 竟然将全阵上下七百余口全部屠戮 甚至还将整个江夏阵放火焚毁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十三阿哥印象被康熙圈禁了十年之后 随后在得知自己要出任陕甘总督的时候 年庚瑶没有向雍正进行任何汇报 并且回京后也没有向雍正通报警安 就开始在北京城内上湛下跳 也正是因为如此 年庚瑶遭到了雍正的一番训诫 就此收敛了许多 这让雍正暂时对年庚瑶放下心了 然而 伴随着雍正登基 青海的罗布藏丹金发动叛乱 年庚瑶被雍正任命为辅远大将军 率领二十多万西北大军前去平叛 年庚瑶也就此开始再一次的忘乎所以了起来 平叛期间 年庚瑶生活奢靡 滥杀无辜 却迟迟不与叛军决战 弄得朝堂上下是流言四起 人人自危 就连雍正以及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极大的困境之中 而在平叛成功回到北京后 年庚瑶就连雍正也不放在眼里 开始鞠躬自傲 结党隐私 在这样的情况下 雍正本想借着孙嘉诚求语 以及安排孙嘉诚跟随其前往西北推行新政的事情 给年庚瑶提个醒 希望其有所收敛 可年庚瑶依旧是我经我素 甚至开始公开和雍正叫板 此时的雍正已经对于年庚瑶有了极大的不满 但念在年庚瑶的功勋仍对其采取了包容态度 可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情 让雍正对于年庚瑶彻底的死心了 第一件事情是雍正前往河南视察的时候 由年庚瑶举荐的河南和到汪嘉奇善离之手 只顾自己搬家却不管百姓死活 遭到了河南巡抚田文静的弹劾 被雍正当场允准 第二件事情是同样由年庚瑶举荐任用的 江苏暗茶室黄伦品行不断 谈赃枉法 并且公然阻碍谈丁入母的新政推行 被李渭用计查办 进而被雍正下令发配 而就在雍正查办黄伦的同时 第三件事情也是雍正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的 那就是年庚瑶善杀了孙嘉诚 对于孙嘉诚的死 雍正在气愤之余 更多的是心痛于可惜 毕竟在朝堂上 像孙嘉诚一样能够直言敢见 当政不恶并且有着卓越能力的官员是少之又少 年庚瑶此举不仅是让雍正折损了一条重要的臂膜 更是感觉到了此时的年庚瑶已经是彻底的无药可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雍正决定要拿年庚瑶开刀了 雍正的周密安排 让年庚瑶指得束手就擒 毫无招架之力 雍正虽然贵为帝王 可年庚瑶毕竟从康熙朝晚年开始就经营西北 随后更是在平定罗布藏丹金叛乱的前后继续巩固齐在西北的势力 如果贸然出手 说不定真的会把年庚瑶给逼上绝路 进而选择构计跳墙 雍正彻底来个鱼死亡破 倘若真是如此 对于雍正来说必然是得不偿失的 况且他此时的人尚在江苏 无论是从安全性 还是对于全局的把控能力上来说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雍正此次对于年庚瑶的惩治 必须是要一击致命的 并且是不能止打腾 而是要彻彻底底的打死 让年庚瑶再也无法施展其在西北的影响力 首先雍正充分做好时间管理 打好时间差 此时在北京的十三阿哥印祥以及张婷玉 在同一时间内连续发出了三份手谕 你连夜动身 务必在十五日前把这个送到月中期将军手里 你也即可动身 务必在五天内把这个送到一星阿将军手里 在这之后 又调遣了宫内的侍卫头子土里真 将最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你该怎么做十三爷都交代了 差事半砸了 提头来见之所以要把时间安排得如此精密 是因为此时的宁庚瑶正在与蒙古王公会晤 不在西北大营之中 因而要趁着这一世界 将一切事情不受阻挠的安排妥当 而当年庚瑶得知并且回到营中的时候 一切早已尘埃落定 宁庚瑶便对此无可奈何 其次 在此之前 雍正在西北的政治格局势力分不中 已经提前做好了部署与安排 西北大军中的政治派系主要有三个 其一 是年庚瑶的旧部 包括岳中齐等人 是自年庚瑶在担任四川提督时期 就一同并肩战斗的 属于年庚瑶麾下的中间力量 其二 是以宁庚阿为代表的雍正委派的官员 这些人既是雍正为年庚瑶提供的帮扶力量 同时也是在替雍正监督 先是年庚瑶的 其三 就是十四阿哥印提的旧部 这些人大多为满洲八旗官兵 为首的傅宁安已经被年庚瑶处死 剩下的虽然听命于年庚瑶 但是从内心来说 对其还是极度的不满和排斥的 而从印翔等人下达的命令便可以看出 雍正的策略就是 优先拉拢岳中齐 实现对年庚瑶自身势力的削润与分化瓦解 并且维系大军的稳定 同时让伊兴拉等人转向支持岳中齐 与年庚瑶的反对派 也就是十四阿哥印提的旧部一起 对年庚瑶的死忠势力形成压制 这样一来 年庚瑶在西北军中的势力便顷刻间土崩瓦解 彻底丧失了反抗的可能 再次雍正当下就是只将年庚瑶调离西北 至于其他暂不追究 在雍正的旨意中 对于年庚瑶桀骜傲不逊 结党营私 贪污腐败等罪行只字不提 只说了他善杀孙嘉诚的事情 并且以此作为年庚瑶的罪名 雍正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安定西北的军心 毕竟其他的事情 西北的军官以及各级官吏 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牵连 只有善杀孙嘉诚是年庚瑶一人所为 雍正不提也是不愿将年庚瑶的问题 过度的上纲上线 将矛盾扩大化 从而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则是雍正的一点私心 他对于年庚瑶还是有一丝感恩的 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将年庚瑶彻底的否定 他还要给年庚瑶一些挽回的余地 以此同时 雍正也深知 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将年庚瑶在营中处死 必然会引发朝局与军队的震动 反而给了内外部的敌人以可乘之机 为了避免局势恶化 同时也是为了不过分的激起年庚瑶的反叛之心 雍正便只将其调离西北 毕竟雍正也知道 离开了西北的年庚瑶就如同离开了池塘的鱼儿一样 没有了自己势力的保护 已然是处于了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的境地 威胁也就此小了很多 就这样 在雍正的精心策划安排下 年庚瑶离开了他的西北老巢 前往杭州任职 之后便开启了他一年内被连降18级 最终被雍正侧疑自尽的惨淡结局 纵观整部雍正王朝 年庚瑶可谓是既悲情 又悲壮 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雍正有关二心 只不过是他太想证明自己 又太想脱离雍正对他的绝对控制独自闯出一片天地 于是这才有了年庚瑶在九字夺敌时期 以及后来雍正登基之后的种种不听话 和与雍正对着干的行为 或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年庚瑶才明白胳膊扭不过大腿 只不过等到他知晓一切的时候已然为时已晚 而实际上 年庚瑶想要自立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 不管是从两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别 还是权某手段上来说 雍正都是碾压年庚瑶的存在 这也使得即便是年庚瑶未及人臣 显赫意识 甚至在西北可以作为作福 自诩为土皇帝的情况下 雍正依然可以让年庚瑶没有任何招架着礼 只得乖乖就范 如此情况下 年庚瑶的惨淡结局 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让人感到倍感唏嘘